大家好,我是港珠 這一節是一節英國的新聞快訊 跟大家聊一聊 最近開學最近 在英國搞到很多家長 都心驚膽跳 原來有些學校 是因為有不安全的校舍 而令到有些學校 不能夠如期開課 引致很多家長都有疑問 擔心會不會 自己的小朋友家學校會中招 是否安全送他們上學呢? 今集會跟大家講講 究竟這件事的來龍是怎樣 涉及所謂特殊的碩士 是甚麼碩士來的呢? 究竟這件事 為何拖了這麼多年都解決不了呢? 如何知道自己的小朋友 是否在讀這些學校有危險呢? 先講大家最關心的 究竟如何找出學校是否有這個問題呢? 其實基本上現在已經是我錄影的時候 已經是剛剛答了開課這個星期 如果那是家長的話 應該都會收到學校的一個電郵通知 究竟學校是否安全 小朋友是否可以上學的? 因為如果 因為學校危險 不可以讓學生進去的時候 很自然會通知大家不用上學 所以簡單來說 如果收到一個電郵通知學校沒問題 大家可以放心上課 首先不需要太擔心 事實上我自己的小朋友的學校 都已經出了電郵 在開學之前有幾天的時間 即是之前那星期 已經有這個電郵出來了 所以大家很放心 可以開心心上學去的 據我所知其實 其實政府是有委派專業人士去學校 去做一些檢查 確定學校有沒有這一類型的一些特別的 這些碩屎的結構 稍後再說這些什麼結構 還有如果有的話 是否屬於一些critical的 一些比較緊要緊急的 或者是一些non critical的 沒有那麼緊要的一些情況呢? 所以其實學校 在這時候應該已經掌握到的情況 如果沒有的話 現在就是怎樣解釋到呢? 會有至少有百多間學校 暫時是停課 就是因為這些學校 似乎是等著有進一步的調查 或者是等著去處理一些 已經發現了有問題的事情 所以學生是不可以上學 即是說如果 反過來說 大家沒有收到一個電郵 叫大家小朋友不用上學 其實應該是安全的 至於如果真的想了解一下 其實政府在這一刻 我錄影的時候 都還未推出整個清單 還未公佈的 政府就說 不想政府組的學校 去告訴家長 所以就先留給學校 通知家長 之後應該過幾天 可能英國政府就會公開整個清單 不過我自己覺得 坦白說你和我事實之心 我覺得其實他自己還未掌握到的數字 所以不敢拿出來說 但是如果大家想知道 有傳媒皮BBC的新聞網 是持續更新這個清單 我都把這個網站 這個報導的連結 都放在這一集的簡介 大家可以按上去看看 究竟各個地方 有學校名字 有地方名字 究竟有哪些學校 是有這個情況 大家可以上去這個網站 我所知 BBC都會持續更新這個清單 大家可以上去看看 我都好像剛才所說 如果你沒有收過這個電郵 就是學校通知你 基本上都是安全的 這樣說回頭 究竟發生什麼事 這件事是什麼來的 先說說是什麼 這種叫做RAAC 這種叫做 Reinforce Autocraved Aerated Concrete 我的英文不太好 大家抱歉 如果我讀得不正確的話 有些如果熟悉 建築熟悉 結構工程的朋友 歡迎在下面留言 分享一下 你怎麼理解這件事 或者我有沒有讀錯 這個名字 其實是什麼來的呢 簡稱RAAC 其實是一些比較輕身的物料 原來通常是用在一些天面 就是屋頂和平的屋頂 因為大家看到已經說到斜頂 那些平的頂比較多 有時候都會用在地面 就是樓板和牆身 而最常見是用於50年代至90年代 上世紀的事 為什麼會用它呢 因為最主要就是它是便宜一點 比普通石屎便宜一點 而且快一點可以製造出來 而且是容易安裝的 它為什麼可以有這些特性呢 就是如果大家想像 好像一個蛋糕一樣 如果焗得很實的蛋糕 裡面是實踢踢的 沒有洞的 當然很重 密度很高 如果幻想這個是正常的一個碩士 而這種RAAC 就是一些我們叫做 很多裡面很多bubbles 很多氣泡 很多細的洞 裡面是空氣來的 好像一塊很鬆化的海綿蛋糕 或者芝士蛋糕 因為裡面有很多空氣的氣泡 裡面很細小的 所以它就輕身很多 也可能因為這樣 變得便宜一點 而且通常傳統的碩士裡面 會有石仔 會有沙 加上櫻泥 這些石屎RAAC 根據報道所說 其實它是沒有加一些石仔 所以可能它的強度 承受到的重量 會比傳統的石屎低一點 因為它沒有那些硬的東西 我們就這樣說 那為什麼要用它們 當然好像我所說 其實便宜一點 又快一點 容易安裝 因為大家可以想到 如果它輕身一點 很容易運輸 很容易安裝 可能 做一個樓板 你要下去吃下去 要很多時間 很多功夫 但是這些 就方便一點 可以很快一點 砌上去便可以做到 所以曾經 在50年代至90年代 是很常用 很受歡迎的一件事 但是發生什麼事 就是大家可以想到的 因為它裡面有很多孔孔 表示容易一些 是會有水份 有些水氣 甚至水滲進去 因為它有孔 很自然 裡面會有鋼筋 大家知道 石屎裡面有鋼筋 那些鋼筋可能 因為這樣容易 接觸到水 和濕氣 就會容易生鏽 當然會影響到 它結構上的安全 不太好 這個 和石屎本身 也會脆弱一點 因為它會多孔孔 大家可以幻想到 如果 普通石屎 你可能用螺絲筋 放進去 鋼筋 未必容易 鋼筋到 但是 我看過一些說法 就是 如果你用螺絲筋 插進這些 RACC 板上 其實可以 一插進去 就會變成 碎片 這個當然 脆弱過 傳統 我們說的 那些 石屎 所以 這是另一個原因 為什麼這些 會是一個隱憂 還有就是 因為 它有時候 被人拿出來做一些 結構性的部件 變成 因為 他們本身的成重量 還有 他們的 日子耐久 剛才剛才所說 有濕氣 令到 它的強度 要弱 它的負重量 要弱 其實 放在一些結構性的部件上 會更加危險 有時候做天台 當然也是非常危險 雖然 做天台 可能也有防水層 在上面 但如果防水層保養得不好 可能有水進去 會令到 這種 比較輕生的 RACC RAC 因為這樣 而有破損 有水進去 從而影響到整個 結構安全 這個就是 為什麼這麼可怕 另外 這種碩士 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 其實它是 預計 它的整個 生活費 即是 它的壽命 大概是30年 30多年 40年左右 大家可以想想 剛才所說 50年代至90年代 在英國 有做很多這些 建築物 有這些RACC 如果最早期的那些 一早已經過了 就算 去到後期 去到90年代 那些 其實大家想到 現在 可能 剛剛好到期 去到它的預計壽命 即是 陸續響起警號 難怪 今次忽然 下一個 亮燈 有這麼多學校 雖然報道 有百多間 但其實 還未知 有 我看過報道 有些業界人士說 可能 有過百間 數百間 甚至過千間學校 有這些情況 都不出奇 因為現在 詳細的檢查 都未做好 大家可以想到 1950年開始 已經有用了 為何現在才 弄出了這麼大問題 其實不是的 這個問題 早已被發現 我們看看 時序表 好了 首先 就是 其實 去到90年代 中 左右 開始慢慢 社會 多了解 對這種RAC 的風險 多了理解 這些RAC 主要是 公共建築物 例如 學校 政府建築物 圖書館 醫院 診所 政府建築物 其實在90年代中 已經開始發現 原來這些結構 是有機會不安全的 還有 有些建築物 在80年代之前 設計的 也陸續 在90年代的時候 被發現 他們的天台 是用了這些 RAAC 去做它的天台 而是 有些裂痕 有些生壽的情況 所以 當時已經響起了警號 當時已經是 當時 政府 找了 專業的 實驗室 一個團體 去研究 亦都因為這樣 由當時 大家看到 90年代之後 為何不再用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他們已經知道 原來有問題 所以其實90年代 中之後 已經沒有再有這些 碰觸 但當時的報告 雖然說 不要再用 但當時的報告 亦都說 沒有證據證明 會有一個 安全的風險 因為當時可能 都是早期 所以當時的看法 是說 沒有安全風險 1999年 就是這些 80年代前落成的 這些 含有RAAC 建築物的一些業主 被告知 需要去做一些檢查 於是 其實就 陸陸續續 做了很多檢查 今次 主要的事情 發生在學校 那學校什麼時候呢? 原來 因為剛才所說 這些建築物的學校 都已經知道 所以陸陸續續 都有被檢查 有去不夠了出來 究竟他們有沒有這些問題 而那時候 即是 去到2010年 根據報道 那時候還是 這個工黨執政的年代 最後那幾年 其實工黨是一直 一直在增加教育開支 其中包括 會增加 學校的經費 包括建築物 包括電腦 其他東西 在工黨13年主政期間 一直在增加這些開支 當中有部分的錢 是用來處理這些學校的危機 即是這些建築物的危機 再是13年 而且有傳媒 即是我看PBC 有一幅圖出來 這幅圖是可以看到 其實英國政府 在教育方面的開支 其實在工黨執政期間 一直上升 但2010年 他們做完最後 之後就轉裝 之後就大幅度下降 這個教育方面的開支 雖然後來其實 保守黨政府 和聯合政府 當時和Lip Dam 都有去推動 新的學校的撥款計劃 但這個數目 都是去不回 之前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大家在看影像版 其實學校的撥款 投入學校的撥款 其實還是距離0910年 那個高峰 其實是低了一截 所以可見到 這是客觀的事情 保守黨政府 確實他們的開支 在求防疫教育方面 是不及公黨政府的 我講這件事 我並不代表我有沒有立場 我自己沒有任何政黨立場 大家看數字就知道 但是正正因為這些 這麼不幸的 我們叫做Cut Funding 削減財政的開支 其實是令到一些學校 可能可以早點維修到 結果是沒有維修到的 其實去到2017年 政府搞了一個三年的巡查 包括看一些學校 有RAAC的學校的狀況 去到2018年 很不幸地在Kent 這個地方 就有一個學校 裡面有天花倒塌 發生這件事 當然就很震驚 令到很多地方政府都大為震驚 所以他就跟教育部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商量如何處理這件事 於是去到2019年 其實有40年或以上的歷史 這些RAAC的部件學校 被告知需要去做些事情 所以考慮去更換這些RAAC的部件 而且做完剛才所說的這些檢查之後 政府發現原來每年都要有300至400間學校 每年都要做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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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計算出來 2020年發現之後幾年 每年都要花40億英鎊才能做到 但到了2021年 結果的想法是怎樣呢 就是原來之後的10年 即是由2021年打後的10年 總共有500間學校 政府會承諾 是會去到做一個 spending review的時候 會撥入他們進去 去做撥款 去做這些工程 但計算出來 10年有500間 即是一年只是50間 大家想到是語言不及 當年計算出來的 一年有300至400間學校 是要做改善工程的 大家看到是相差多遠 而去到2022年9月 即是去年的今天 這個時候 陸陸續續有些警察被派到學校 看看這些學校有沒有RAAC 以及要將他們去評級 是叫做critical 即是一些比較高風險的 一些緊急的 以及一些 non-critical 一些沒有那麼高風險 沒有那麼緊急的 很明顯 政府就是想著緊急先做 不緊急先拖著 似乎是這樣 所以為何要做一個分類呢 而其實 連政府的Office of Government Property 我想應該是類似香港政府產業署 英國政府機構也發聲 就是要正視這個問題 是去年 即是一年前已經說這件事 然後呢 去到今年6月 就去到National Audit Office 即是國家的審計部門 原來政府是根本上不夠資源 不夠分類、不夠撥款 是去到處理令問題加劇 即是說 政府的審計報告發言 因為政府撥錢不夠 令問題正在惡化 這是獨立的一個審計機構 他都這樣說 證明政府真的做得不好 現在呢 原來政府就是用每年大約17億英鎊 去到維修和改善 政府 應該說是 學校的建築物 即是學校的校園 每年是用17億英鎊 這個當然也是跟當日 英國政府自己的教育部 所說的數字是差了一大截的 而結果去到2023年今年的8月 有一家學校又是有這種RAAC的Panel 它那個板 就倒閉了 所以就響起了一個警號 因為這樣 8月的時候發生這件事 就促成到現在的政府忽然出聲 就是說 有這些學校是要暫時停火 這個就是整個時間表 大家聽起來 其實簡單來說 當初50年代 開始用的時候 確實不是業界那麼清楚 知道 常有什麼問題 所以那時候可以說是非戰之罪 但後來 漸漸發現了 又做了研究 又做了檢查 知道出問題的時候 其實政府是有很多機會去處理它 但是第一 政府是Cut Funding的 很不幸地 這件事發生在保守堂政府 難辭其究 Cut了很多在教育方面的撥款 包括是用於學校園的維修 開支是減了的 這個是錯了第一次機會 第二次機會就是 其實 就算去到早幾年 政府自己 教育部都發現 每年要做 300至400間學校的維修保養 但政府只能撥錢出來 做一年50間 遠遠不及 這也是另一個錯過的機會 如果早幾年已經開始 跟這個計劃 每年做300至400間 可能就不會導致 今時今日 搞到有間學校在暑假 才突然急煞車 叫學生不要上學 完全失敗預算 這個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現在有很多傳媒報道 茅頭的直指 現在的手上新圍城 因為當日據說 他做財相的時候 就是把這些撥款 大幅削減 他可以說是千古罪人 如果真的出了什麼事 不幸運 有任何人命損失 或者受傷 他就難辭其構 所以這個又是 再一隨打到保守黨政府 尤其是新衛城領道政府 究竟政府在做什麼 錢用在哪裡 為什麼已經支援了這麼多年的 校舍出現這些不安全的石屍結構 都沒有去解決 這個很自然的問題 一定要問回新衛城政府 或者是過去十幾年的 在位政府 正正十幾年都是保守黨政府 所以如果你說 中央政府的責任 就真的難切其咎 以上和大家分析了 今次的單 有人形容為 很英國特色的一種新聞 就是不應該出事的地方 可以因為一些很奇怪的原因 而發生問題 很有英國特色的一個新聞 希望我們食花生之餘 大家看新聞之餘 希望不要有任何人命的傷亡 現在其實似乎公共建築物 其實公共建築物 不單止是學校 會否其他建築物 例如醫院診所、圖書館 這些都可能會有問題 這個是更加令人值得關注 希望政府 儘快痛定思痛 快點立定決心 緊急撥多些錢 迅速採取行動 去將一些有即時危險的處理 和其他建築物 儘快去做個檢查 才真正可以令到市民、國民安心 以上和大家報導了這單新聞的來龍去脈 日後我這個平台 都會繼續和大家 用大家熟悉的語言 即廣東話 和大家去講一些 英國的新聞時事和生活資訊 如果大家喜歡聽這類型的題材的話 記得訂閱我這個頻道 如果看到youtube朋友 按下旁邊的鈴鈴 因為有新片就會馬上通知你 除了自己訂閱之外 記得分享給你的朋友 和可以comment 和可以給個like給這條影片 多謝大家的收聽收聽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